以兰致命景点南方澳渔港 渔港边的五座景观花台 外观水泥铁片多数剥落 都已经掉落在地面上 却没有进行整修 最后民众抱怨 铁片掉落在人形步道上 容易勾到脚跌倒 会带来不必要的危险 而南方澳又是观光门面 会有很多的游客出驻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改善 而里长也呼吁 有关单位应该要积极改善 而目前决定先将铁片贴回 在产取经费后 积极改善重建